哈喽大家好 我是奶奶 我在湖南长沙 这里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条街 东瓜山宵夜一条街 在这条街里呢 有几样东西是必打卡必吃的 都是网友推荐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去一起去尝尝 走 幸福的味道 店铺很小 东瓜山夜市 这老板娘和老板 不随便纳客 东西很好吃 东瓜山宵夜一条街 吃的是特别多 现在呢我们来到这家幸福的味道 尝一下 都是特色的小吃 现在我们就不要点那么多菜了 因为我出去还得再点吃的 猪油拌粉好香啊 是不是想到猪油会觉得有点腻啊 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腻哦 来尝一口啊 真的好饿呀 好饿呀 哇 这也太好吃了吧 猪油拌的粉嘛 会特别的滑 这个粉啊 裹着猪油酱油的香味 还有葱 哇塞 太香了 这粉吃起来特别的细腻啊 很好吃 来给你们尝尝 一点都不会觉得腻 这也是我当地的一个朋友给我推荐的说 来到东瓜山这家店呢一定要吃这个猪油拌粉 因为我是第一次吃猪油拌粉啊 我不知道这家是不是最好吃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 可能我们还会去搜索一些更好吃的美食 说不定还有更好吃的猪油拌粉哦 第一次吃的这么干净啊 碗都这么滑 今天终于吃到了我期待已久的甜品啊 在这里呢好多人来买哦 他们最多时候一天要买五六百碗 我喝一口这个汁啊 看下来什么味道 哇甜甜的 这个味有点重 就是桃子的那个味道全部浸进去了 然后有一点姜味 应该是浸泡过很久的 所以那个味道特别浓 真不错 如果是夏天的话吃的更爽 这天气就有点凉了嘛 走了现在我们再去吃另一个店 也是这边的特色店 就在隔壁 哇冬瓜真的吃的真正太多了 随便哪里都有 你看对面就是 请上二楼走 这是在居民楼里啊 是这个东啊 我还以为是冬瓜的那个东啊 原来是这个东啊 好有年代感啊 热鲁四合一 那边都坐满了 我们坐这儿 这边的装修好有特色啊 就这种年代感 虽然我们是比较富贵的装修啊 但是呢 点餐还是现代化的方式 我点了三个菜 齐了 还是点哪里猪油粉 因为我比较好奇 他们家的味道会不会跟我刚刚吃的不一样 四合一热鲁 还有蛋虫米酒 这个搬起来都有点不一样的啊 这个感觉 它会更湿润一些 就里面有水的那种感觉 刚刚我们吃的那个猪油粉啊 它就比较干 它湿达达的 我估计它是酱油放的多 这一碗酱油味很重 我感觉没有那么香 水比较多 我觉得还是刚刚那碗好吃 刚刚我们吃完那碗粉以后 它这个碗底啊 是有一层油的 你看这个 全是酱油和水 怪不得我朋友给我推荐的是 刚刚那家猪油拌粉 来 我们来尝尝他们家 很火的热卤吧 花生苗 我以前没吃过这样的 纵爪 牛肚 金针菇 其实平时我吃金针菇 都要吃黄色的 白色的我一般不吃的 而且我吃金针菇的时候 我一般会把这个口给它去掉 它们是没有啊 实际上连认起 它是我的头 它还准确的 但是我有点不学它那个头 花生苗的味道有点像豆芽呢 我还没吃过这样嫩的 因为我们四川一般不吃花生苗 这个味道还挺特别的 红爪看上去还是软嫩趴落的 都脱骨了 再尝尝看 鸡爪还可以提前卤制过的 我觉得这牛肚不行啊 不是太推荐 不脆 就失去了这个牛肚本身的意义了 我特别爱这种米酒类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淡葱米酒 我觉得特别好喝 它这个还做的挺好的 40块钱这么一盆啊 我觉得价格还行吧 也不算便宜 好了 这顿饭吃完了 其实这个热米呢 就跟我们四川的这种干拜冒菜差不多 不过我们四川的可能会更麻一点 这个店给我的感觉不是特别惊艳 但来到这里呢 来打个啃 再拍拍照还是可以的 臭味香头 臭豆腐 来长沙怎么能不吃臭豆腐呢 这家店呢也是好多网友的推荐的 我去试试看 哦 还有这个哦 对对对 还有这家也推荐过 叶猫子小黄鱼 不过我知道人吃不下那么多东西了 所有臭豆腐之间味道最好的 臭味上头 哦 闻着有点臭臭的 但吃着肯定比较香吧 所有臭豆腐之间味道最好的 真的不骗你啊 这条街味道最好的 对 所有臭豆腐之间 不是一条街 长沙是 长沙所有长沙最好的臭豆腐 哦 那 好吧 那肯定要来一份 我们要 要蒼饭和干饭的 要干饭的 干饭的好的 啊 马上就能吃到最好的臭豆腐了 哦 老板好有自信啊 长沙最好吃的臭豆腐 对对对 呵呵 嗯 这个味还挺重的 闻着是有点臭臭的啊 吃起来呢 可能就香了 但是味道绝对是所有臭豆腐之间味道最好的 有名气不大 但是味道真的是最好的 就做完尝一下尝一下啊 味道不好不要钱是吧 味道不好不要钱是吧 不是所有臭豆腐之间味道最好的 都不用买单 哦好的 老板可能是这个酱香做得好 之前炸的时候闻着是臭的嘛 但是他淋到那个酱以后就不臭了 就酱很香 老板说的没错 真的很好吃 外酥理论 吃的好香 确实很好吃 吃起来一点点臭味都没有了 老板我觉得一个汁 酱汁做的后面好 这个钱看来是给定了 但是我还没有吃别家的 不是你们这儿 黑色经典也很有名吗 我还改天要去试一下 对 黑色也基本是有名 但别都没闻着这个味道 好的 口腔里全是酱汁和臭豆腐的味道 我觉得酱汁和臭豆腐特别搭 一定要一口吃一块才爽 你们还有别的地方有店吗 就这家吗 我们这家就是现在知道的还不多 比如说要稍微有点火了以后 再到其他地方来开分店 怪不得 因为下面比较热闹 我们一直沿着这个斜坡这样上来 他们是差不多靠到很后面的 跟路上来打开不过 那我们都在我怕 拿着这一块 15分钟 现在就过来 我一直吃闹着 这么不得了 我一直在当高度超好 是什么 我一直在家里 担心地 是什么 我一直在家里